何美 陳月宣 北冠家團 鄭夏苗老師 是專官頭一位 受到新團長競爭的北冠藝術 在世間前 真名四名在在團成北冠記憶 學生孟天下 在老書日前過世 享受八十四歲 學生全天來到冷凍前 既辦對書會 用北冠記憶 用老書提供 何美 新露宴 北冠家團的 帝夏苗老師 他新露宴 團成北冠記憶 在全台各地都有他的核心 但老書在這星期的過程消息 和他的地主都很不甘 在北基盤對書會 在冷凍前 拜託演奏 用老書上加他的北冠記憶 來懷念他 我們準備辦八仙 那個八仙是不能開口的 加了八仙 然後後面又被搶一個藍水河 藍水河 要拜託老師這樣 老師一千萬會接啊 他 孩子每個十幾歲 十幾歲 都得開心 跟他們在拍片 做一個表演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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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對書恩照會 一個合米新露燕 後日英露燕 愛意英露燕 中華真露燕 中華紅衣團 我們問雷英詩 還有文化球 南北貴氣管的學生 正會為老師拜託恩照 為了團身保管機械 讓老師在世之前 每禮拜都會坐高鐵 去台北教室台學校 現場的學生由22歲到67歲都有 可以看到老師登記提供 百貫機械的成果 我是正夏美老師 在北一大交地的第一屆學生 那從正夏美老師的身上 我可以感受到 他每一週不辭辛勞的 從河美自己搭高鐵 再搭捷運到關渡來上課 然後結束一天的課產再回到河美 那這段路程我覺得 不只是一個從彰化到台北路 而是一個傳承的路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不單單只做傳承的動作 而是他很努力的把他 從小所學的北館 到現在他想要努力的留住 這一份心領雄賄 鄭老師其實是北館街裡面 人家說會廟園 所以他是北館街裡面的大師 尤其是鄭夏美老師 你去年剛得到全國的新傳獎 非常的難得 很可惜就是鄭向堯老師 已經跟這個青山來過心去 這不只是對我們中華館文化 一個很大的順情 其實對全國傳統英國 跟他來說都是很大的順情 鄭夏美老師一四人 都在團身北館街街 哈欣表示 鄭老師預備會 就開始接受北館 一直到貴心進行 都還在教北館 為他的辛苦 不只學到技術 各老師對傳統氣息的根治 讓他們非常敬佩和懷念 東中華新聞也豐富 六江彩虹報道